都看了游客吐槽国庆机票疯狂跳水这个事吧 起研就是一位网友提前一个月花了4600 给家人预定了11成都到伊宁的往返机票 结果9月22号发现价格降到了2660 于是自己也立即预定了一张 惊讶的是9月26号再看机票降到了1860 这机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降了六成 很多网友看了以后呢 也晒出了自己机票跳水的经历 都说这提前订票就是为了避免到时候涨价 那怎么约往后还降价了呢 这哪是买机票啊 这不买股票呢 十一黄金周如期而至 你看到的是人挤人的景点 道路拥堵瘫痪 各种奇葩的路人放松情景 运气不好的话还给你来一个交通事故 而我看到的是省会城市的平静 以及各种商家的冷静 以前你像这种级别的节假日 临街商铺大小店面都是彩漆飘飘 商家店老板的脸上自然的泛着幸福的笑容 现在呢大部分的临街商铺你连红旗杆也看不到了 商户们的脸上笑容也没有了 都是冷静对待 难道对大型节假日都不感冒了吗 十一天换季的生育啊 中秋节国庆的生育啊 目前的啊倒闭倒闭 看啊倒闭的 你看啊十一天多么的难生存啊 看啊过节的生育啊倒闭 又倒闭人家又走了啊 又倒闭你看看啊 倒闭多少家你看看啊都不开门 十一天多么的艰难 加油十一天想赚大钱的 开服装店开大大的啊赚大钱啊 各位同伴国庆第一天 你们女生怎么样 可能下过女生也不好 真的不好 和前面的五一和 对我比起来都超很多很多 哈喽就是可能初次是大会 就不好的 然后是那个下回能力 明显的见底了很多很多 就是来观人还是很多哈 这是够嘛 你永远都没得那么强 交赞贴气还是有点的闷的哈 熟悉我们是个女儿下证 这是从今天这次的业绩来看 还没得我另外一个地的业绩哈 三口都心没够了 所以可能大家还是先说 呃 那些新手的新闻 还是先开服装店 成年神族 成年神族 再神族哈 啊 加油吧 继续卫生再多买一点 你以为的国庆节第一天 人山人还看不到桥 这条街呢 在深圳食言这边呢 也是一条非常热闹的街 但是呢 今天已经是中秋国庆了啊 然而我们在大街上呢 也看不了多少人啊 大街上的人呢 也是寥寥无几啊 这个情况呢 让我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令人肥瘦死啊 这种情况呢 真的非常反常啊 我们呢 随处可以看到啊 这个大街上的人呢 是熙熙攘攘 根本就没有看到多少人啊 平平时呢 都差不多啊 而且现在呢 是沟寒沟夜都已经翻家了 按照你来讲的话 这个国庆节的话 大街上应该是人山人海 人起人人推人那种状态 才是正常的 但是看到这种情况 真的令人白失不得气息啊 这种产品的话 确实是比较少 而且现在是 国庆中秋在一起 还有隔汉隔夜都已经翻家了 大街上的话 确实没有多少人啊 少得可怜啊 比我小县中的人还要少 非常的意外啊 非常的反常 现在怎么办 去打工呗 咱哥哥自己也办不起 今天呢 就是带学员来教育市场 这边茶口食材 然后我也跟了这边 很多的一个传统的 随便老婆聊天 我们说这年的生意 真的是都很难做 去年我跟你拿后的是 一个星期一乡下 生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啦 我去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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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会先让团购的多是吗 很不高 但是今年呢 就是因为电商还有一个社区团购 一个冲击他们的实体 都不是很好做 所以说现在不管你做任何一个行业 如果说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的话 你就很容易被这个时代淘汰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我们现在是在深圳的一个城中村 之前来过这边 感觉这边是非常的热了 人很多的 但是今天过来这里呢 不知道是因为快过节了还是怎么样 反正感觉这村子里面都特别的安静 所以这边是村里面的小超市 真的不知道现在这些人都去哪里了 说真的在深圳这么多年 都从来没有感觉现在这样子的状况 这里是苏州昆山张普镇 明天应该就热闹起来了 这么多人都放假了 现在五点来钟 到前面小超市买点东西 这是一条老街 今年的中秋呢有点安静 不知道大家也没有这种感觉 往年这个时候呢 你看到商场里面 月饼大战 各种礼盒大战 真的是非常热闹 但今年呢 就有点冷冷清清 往年这个时候呢 大街上是人来人往 车来车往的 都是去送礼盒 都是去送礼的 但今年呢 是不是有点反常呢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热闹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的十一假期9月29日 刚刚开始 飞往日本的航班 飞往日本的航班座位紧张 大多数旅客都是来自中国 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不久前 中国刚刚经历了反对日本 和废水处理和抵制日本 产品的热潮 9月29日 这一天标志着中国 八天的国庆假日的开始 中国的各个机场 都充满了准备出境的旅客 其中飞往日本的航班 客流尤其大 日本的媒体报道了 中国机场繁忙的情况 飞往东京与田机场的航班前的 登机柜台前人山人海 引人关注的是 就在一个月前 由于日本决定排放和处理水 中国的各个角落 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包括反对日本的核废水处理 和抵制日本商品等 然而 这场抗议活动很快就平息下来 当被问及日本和处理水排放问题时 一位30多岁的中国男子对媒体笑称 他打算和朋友在东京游览 并享受日本美食 他说 关于日本的核处理水是否安全 吃过生鱼片再说 中国的官方媒体曾报道说 因含乱水排入海 许多预定复日旅游的人取消了行程 复日旅游的热度大幅下降 然而 日本的航空公司表示 从中国飞往日本的航班预定率很高 并未受到和处理水问题的影响 日本观光厅长官高乔一郎 在9月27日表示 目前和处理水对访路游客的影响非常有限 根据中国搜索引擎百度等网站的数据 这是中国国庆假期期间 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排行榜上 日本名列第一 领先于泰国 韩国哈马来西亚 中国的各主要机场 火车站以及高速公路正在经历大规模的人流高峰 许多选择自驾游的旅客在高速公路上 遭遇严重的交通堵塞 一些公众表达了他们对在进入高速公路段前的路段 一段近2.5公里的路行使需要超过5小时的不满 在9月29日 微博上的交通堵塞话题约成为热搜榜第二 阅读量达到3.1亿 讨论量也高达64.6万 267家媒体对此进行的报道 当天下午 北京交通广播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的消息显示 15点15分 北京交通拥堵指数飙升至8.1 进入严重拥堵状态 平均车数已降至22公里每小时 一位名为小张的游客向澎湃新闻透露 他还加人在当天凌晨5点自驾出游 结果在不足50公里的路程上耗费了整整10小时 在此过程中 他们在进入高速公路前的路段 近2.5公里的路程就花了5个多小时 在这种情况下 游客们感到无比无奈 小张说 大家都出来放松了 有些人在带孩子散步 还有些人在购买方便面 路边的商贩也趁机做生意 以20元一碗的价格卖方便面 还有40元一份的自热饭 百度地图当日发布的大数据显示 城市交通拥堵最严重的是广东的赵庆和清源 他们的拥堵指数都超过3 这意味着在这些地方 同样的路程需要超过平时的3倍时间才能完成 这反映了大湾区再解加热的交通压力 而陕西的西安 拥堵指数达到2.5 成为北方当前交通最拥堵的城市 根据广州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广东的高速公路在28日就已经进入了出行高峰 一位从东莞回衡阳过节的车主 虽然选择了深夜出行 但仍然花了8小时才出广东 还有车主在社交平台上表示 他们在27日晚上8点 从深圳福田区出发前往湖北 然而到了28日下午3点半 然没有出广东 这一位置他们在路上读了整整19个多小时 从夜晚读到白天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